一文放轻松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陈如玲 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 要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位 很有故事的朋友 很有故事的老师 陈优华教授 教授好 好 如玲好 大家好 优华教授 现在是国立中央大学 网路学习科技研究所的 讲座教授 那您是在 我是2009年回来台湾 2009年 实际上中央大学跟我接触是在2006年 然后我2009年回到台湾 其实这中间 我一直都没有觉得我需要回台湾 因为以前有人问我 原本是在英国的Brannell大学 我原来是在英国Brannell University任教 然后后来就是中央大学的诚意感动了我 然后有两位老师去英国特别拜访我 那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诚意 然后另外一中间就是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些身心障碍者 那那些身心障碍者就告诉我说 陈教授你回来是对了 因为你给了我们希望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忌讳 所以我做了回台湾的决定 刚刚老师提到说 身心障碍者跟您说您给他们的希望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 优华教授本身也是患有罕见疾病 就是这个病叫做 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症 这是一个怎样的疾病 这是一个罕见疾病 然后在他大部分的情况 就是基因的突变 除非你的父母本身就患有这个疾病 那我的情况不是 我的父母并没有这个疾病 然后我的兄弟姐妹也都很高 譬如说我哥哥是180这样子的情况 那大部分的人患有这个疾病 是因为基因的突变 然后基因突变的几率是四万分之一 四万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 所以你是天选之人 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换句话说 被选择出来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也是上帝在这四万个人里面 选择了我 那我觉得说 上帝给了我这一个 四万个人里面才有的疾病 那我想他有他特别的目的 那我想其中的一个目的 应该是希望用我的生命 去影响别人的生命 那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我自己要在这个生命中的经历里面 把握每一个机会 太好 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 都应该像你一样 好好的把握每一天 每一个机会 那其实这个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症 它主要的症状 就是说没有办法长高 它的主要症状是四肢短小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现在的身高是一百二十公分 一百二十公分 所以才就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叫 一百二十公分的爱 然后第一本书是一百二十公分的勇气 就是这是一个我的label 那这是四肢短小 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但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影响 但是我很感谢上帝就是说 这些东西在我身上都没有 譬如说有些小小人儿 他会有水脑 这样子的 并发到其他器官 对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有些人会有O型腿 这样子 但是这些东西 会在我身上都没有发生 您只是说 就是身高 身高是一百二十公分 对 可是这在您本身是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在社会上 其实在过去的时代里面是对你造成一些困难困境 对吗 因为当初您到原本是想考高补考 对 就是在我大学 我大学年来是福人大学的图书馆学系 然后这个学系就是训练的是图书馆员 那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80年代的时代 就是图书馆大部分都是公家机关 那在公家机关 那里面就是需要通过所谓国家考试就是高普考 这样子 那当我的成绩很好 那老师都觉得我一定会考上 你的目标就是要去考 对 可是当我拿到高普考简章的时候 他的第一条就是高度骑行者不得报考 就是有患有像这样罕见疾病的人 可能就一定没有办法报考 对 那后来就是 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很沮丧 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考 我就被拒绝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的未来在哪里呢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必须承认就是当时我沮丧了很 大概一个多星期快 一个星期算是很快了 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 然后却遇到了一个 他可能 我不晓得现在规定有没有改善了 但是其实真的 后来您用自己的努力 到了国外 又读了硕士 又读了博士 现在在就是中央大学任教 其实证明了说 这并不是一个限制啊 其实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完全并不知道的 就一般的小孩子 对对对对 然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她只差我三岁 那后来当我妹妹逐渐要比我高的时候 他们就会就让我知道这件事 那另外一个我 他们也是带着我去做一些检查 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带我去做检查的时候 他们就有很正式的告诉我这件事情 大概几岁 我想大概有六岁了吧 六岁 准备一年级了 对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 就很正式的告诉了我这件事情 那可是我觉得我父母的重点 比较不会再关心在这个疾病的上面 我知道很多小小人和的父母 就是说一直在花很多的心思来讲说 怎么样可以让他长高啊 去吃什么东西啊 或者去克服 那我父母当他们确定我已经患进 这个罕见疾病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们比较少花心思在这个方面 他们比较着重在说 那我未来的道路要怎么走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未来的道路要怎么走 这里面包括一些部分就是 我的人格的养成 还有我的专业能力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的人格的养成 我觉得第一个他们当然希望我能够独立自主 有一天要独立自主 跟每个人一样 对 所以他们很清楚一件事情 他们知道 他们不可能陪我一辈子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非常的训练我能够独立生活 这样子 譬如说我们能够出去吃饭 这样子的情况 那假设我想上洗手间 他们只会告诉我 洗手间在那里 但是我就要自己这样子过去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会 你想从餐桌上走到洗手间 会有一段距离 那我就等下经过人群 然后到洗手间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就有时候会养成我这种 天不怕地不怕的这种性格 也许你就比一般小孩更早熟 因为爸爸妈妈 从小就是希望你独立 比一般小孩可能更不溺爱 就逼着你要早熟 对 所以有人会说 你不会害怕吗 我就好像这样子的 很早的这样子训练 就让我觉得说 没什么好怕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毅力的养成 这样子就是 我记得那年我五岁嘛 那我妈妈教我写酒 那我一直把它写成P 倒过来了 对 那后来我就一直写不会 那我妈是说 如果今天你不能把酒写会 你就不能上床睡觉 哦 很努力了 对 五岁小孩不能上床睡觉 对 我记得我是写到半夜的两点 哇 然后终于把酒学会的时候 那我才能够上床去睡觉 这样子的情况 那时候当然是感动不感言 但是长大以后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妈妈的另外的一个目的 是训练我有毅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刚才也谈到说 除了这种人格的养成之外 然后我还有一个专业的能力 对 我爸爸送我的第一本书是作文范本 作文范本 那是看别人写的作文 希望你朝向文字方面的工作 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他们就会着重在我专业能力的养成 那现在很多人 你知道大学老师 有一个工作就是研究 那你就要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那现在有些人觉得我还蛮会写论文的 后来我自己就在想 就说 可能跟我很早就看这种东西有关系 就说我就会晓得怎样架构一个文章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些东西就会 让我觉得我的专业能力就会有增强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其实您的父母虽然他们 知道说您得了罕见疾病 然后他们也完全不会说挫折 或者是就此就放弃你 或是让你放弃自己 他们其实反而是很正向的 也让你自己觉得说我必须要独立 有一天我必须要独立 所以他们给了你 给了你专业能力给你很良好的人格 对 这个是很难得的 因为其实可能很多父母遇到 比较弱的孩子 他就会觉得疼惜他 或者是溺爱他们 都没关系 对 会为孩子找理由 我想这一点 对这一点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也有碰到一些身心障碍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都会比较是疼惜他 或者觉得对不起他 会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这些东西其实无济于事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也接到一些身心障碍者的父母 打电话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我的一些学生的家长 他们好像希望这个学生 会有一些特殊待遇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另外我也有去某个基金会 去做奖学金的审查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去某个奖学金的审查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六七十分的这种分数 他们就可以被给予奖学金 一般人要八九十分 对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对的 这样子的情况 我当时是蛇占群雄 蛇占群雄 对 我没有说他们说 可是他们就是不是很会念书 我说他们不是很会念书 那怎么可以给予这个奖学金呢 那我觉得社会对身心障碍者 不应该是说给他们特殊的待遇 因为如果给他们特殊的待遇的话 他们就会在真实世界里面 他们也期待真实世界是这样子 可是真实世界不会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帮他关了很多门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为人家会怕说 我找这个样子的人来工作 我就要给他很多特殊的待遇 那这样子我要怎么去管理其他的联工呢 这样子 所以其实您希望的是 其实面对身心障碍者 我们的社会 是要给一个公平的方式 平等的待遇 对 像您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 高补考规定不能够参加 那这也是一种特殊待遇 你是反向的特殊待遇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应该着重的是 帮助身心障碍者 有一些机会 这样子的 适合他的机会 然后帮助他们有他们的才能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而不是说 在跟他们的互动的时候 有一些特殊待遇 首先想请您聊聊说 当初是 您是从英国的 在英国教书 也教了蛮多年了 对 我在英国教了九年 教了九年 然后你是受邀回到台湾 中央大学这边来任教 那其实你是放弃了高薪 在英国的薪水 对的 那边薪水确实比 应该有这边薪水的大部分 而且在那边九年也应该是很熟悉 那边的环境 对 那当初回来台湾 你的时候 你有看到了什么 或是说你感觉 你喜欢在台湾的工作吗 我是 2009年回到台湾 然后我真正 中央大学开始跟我结束 是2006年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 那时候人家问我 我大部分都是说 退休之后才会回来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是后来就是 中央大学的诚意感动了我 那时候有两位老师 去英国拜访我 那实际上他们 也是就是 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 我回来看父母的时候 他们也会邀请我到所里 跟他们有一些互动 然后我在这样子的 互动当中里面 我发现就是说 台湾的学术界 当时正在蓬勃发展 那其实我可以做一些 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跟我当时离开台湾的时候 已经有点点不一样了 这样子的情况 另外一个方面 我回来的时候 然后我有接触到一些身心障碍者 那当时 一个身心障碍者的妈妈就说 陈教授你回来是对的 因为你给了我们希望 那后来我就觉得说 上帝给了我一个很不一样的 生命的经历 那所以我应该不是 只是在学术界 那我还要应该是去 帮助这群身心障碍者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那我就从 英国回到了台湾 那目前来讲 我回到台湾之后 有14年了 那台湾跟英国 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的环境 那尤其学生很不一样 这样子的情况 我有句俗语来形容 台湾的学生跟英国学生的差异 这句俗语就是 在英国是学生追着我跑 在台湾 是我追着学生跑 台湾的老师通常都要追着学生跑 对 那在英国的话 如果我进我的办公室 如果我不锁门的话 那我大概没有片刻的休息 就轮流进来 对就会问你很多问题 那在台湾的话 如果我不请某个学生到我办公室来的话 那他们都不会主动的找我 那我觉得这个的差异 来自于一个家庭教育的差别 因为在英国的话 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责任 只有到18岁 在18岁以后 即使你住在家里 你还是要付费用 你知道水电费 租金等等这些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小孩子就会很想 赶快独立这样子的说 所以他们必须非常的主动 积极 积极 要不然他们就会延长了 那他们延长的话 他们就业时间也就延长了 那个经济的压力就更大了 那在台湾的话 我觉得父母给小孩子的保护太好了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譬如说我有一个学生 他家庭环境经济不错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他受不了任何一个委屈 这样子的 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从小父母就是 把他保护得很好 或者是说他不用担心 有一天要独立面对这些 对 然后他为什么不能承受 任何一个委屈里面 第一个他是 就是 台湾话讲的 金孙是不是 金孙 对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所以就是说 奶奶都很看重他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就是 家庭环境很好 他从来 没有打过一份工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后来有跟他父亲对谈 他父亲就想着就是说 我让他专心补书 大家都常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 这是 这个观念有点点偏差 因为小孩子所要被增强的能力 除了专业能力之外 他还是要学习其他的能力 譬如说如何跟人家合作 如何学习被挨骂 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 去承受委屈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小孩子必须学的 那如果说你在做学生的时候 这些都没有学到的时候 你去社会的时候 你那个冲击就会更大 是所以 其实优华教授 您刚刚问您说 为什么从英国回到台湾 还有这个 两个地方的不一样 您提到一个就是 在英国你是在教育 在学习上 都在研究上面都有发展 可是回到台湾 除了这个一样有发展之外 你还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你可以影响身心障碍者 你也可以影响 在台湾可能 比较不知道如何独立的学生 你可以在生活上面 在人格上面去启发他们 除了学生的本身之外 那我另外更想影响的是 家长 还有在学校的老师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出了这本书 《120公分的爱》 那《120公分的爱》 这本书里面包括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和学生之间互动的故事 那第二个部分是 学生和家长之间 他们的那个经历 家长的经历 这样子的情况 那在这个 第二部分里面 我觉得家长有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 非常的严厉 虎爸虎妈 对虎爸虎妈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极端 就变成 造就出很多的 妈宝爸宝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 其实是我想要影响的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 是学校的老师们 这样子的一个 现在学校很怕得罪学生 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样子 当你很怕得罪学生的时候 然后就没有要求 对 这样子的情况 可是这个没有 就是上师的老师的功能了 对 这样子的情况 老师就会选择 怕给自己惹麻烦 对 就反而就会说 好吧 就得过且过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 当你这样子的时候 你是真的在帮他吗 还是说 你只是把他的麻烦 变成他以后的麻烦 只是你不想去处理这个麻烦 嗯 所以真的 读这本书 你和每一个学生 这里面学生 当然都是有用假名 或者化名的方式去呈现 那你跟他们的谈话 还有引导 我觉得 里面不是说你都在讲 学生哪里哪里需要改变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是 你自己的内心 你看到学生这样 然后你对他的可能 你对他生气了 然后回来你后悔 你会 在书里面就会写到说 你如何调整方向 不要放弃这个学生 从来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对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因为我一个人的努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希望家长跟这个 其他学校的老师 都能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正好最近 我的妹妹从美国回来 然后 这样子 那她有个小孩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 我才真的发现 不是说 英国跟台湾有差距 美国跟台湾也有差距 这样子的情况 那譬如说 我妹妹就是 她的小孩才12岁 她就必须做很多的家事 这样子的 从小就习惯了 对 然后譬如说 美国的垃圾桶 是很大的一个垃圾桶 然后她的小孩子 就需要负责 去把垃圾桶 推到外面去 那我妹妹就告诉我说 她有一次到 发现她的小孩子 推的心不甘情不愿 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妹妹就叫她说 你再拿进来再推出去 从来一遍 对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她说你既然要做 你就不能有任何 心不甘情不愿 那第二个例子就是 她自己有一个洗手间 然后呢 她就必须自己去负责 把那个洗手间 洗厕所 对 这样子的 还有一次她 那个写作业 我妹妹发现她 写得像鬼画壶一样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的时候 我妹妹就叫她自己擦掉 然后再自己重写 这样子做了三遍 嗯 这样子到满意为止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 台湾很多 可能有些家长 会舍不得这样做 对 对 可是在比较上 其实这样做不是为了要折磨孩子 而是希望未来他们是好的 对 能够走向比较好的发展 我想也是因为您跟您妹妹 都是同样的伟大的父母教出来的 对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会有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 我上次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 是她 五年前 那这五年 我在看到她的时候 那我发现 她是完全的脱胎换骨 这样子 她成长了很多 那我妹妹常常就跟我讲一句话 她就说 如果我现在不花时间 然后不找自己这个麻烦 去花很多时间去教育她 那我就等着 我以后会遇到很多大的麻烦 真的 因为其实我们 因为我也是妈妈 有时候会觉得 叫她重做不如我直接帮她做 可是这样就是我 我在省麻烦 还是我在找麻烦 对不对 就是像老师说的 那个就是 我有个学生就跟我讲过 她说老师你为什么不会妥协 她说如果我在做家事的时候 如果我做不好的话 我妈妈最后就妥协了自己做 妥协 对 妥协了就是你放弃了 放弃对方 对 然后刚刚有聊到说 今年八月的时候 你会在中央大学这边继续 就会投入另外一个学程 叫做资讯奠基学院 人工智慧国际学程 是担任主任 对 那这个学程她主要是在哪方面 OK 顾名思义她就想要训练学生 在这个人工智慧上面 有她的专业知识 那为什么叫做国际学程呢 那也就是说她要有国际的视野 那她要有能够国际表达的能力 所以她这个硕士的论文 她必须是要用英文写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她必须最后要通过一些英文的检定考试 这样子 那我们主要 资讯奠基学院主要是想说 培养出来的研究所的人才 必须要有专业的能力 也要能够走进国际舞台 那所以就是 建立了这个人工智慧的国际学程 了解 人工智慧是现在大家 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想问问教授就是 您也很关心热心工艺 也很希望帮助台湾的一些身上朋友 那如果跟我们现在人工智慧时代 合在一起的话 它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人工智慧 如何运用 我想这个人工智慧是 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这是无可否认的一件事情 那尤其它是对 身心障碍者是一个福音 那譬如说能够帮助听障者 也能够帮助视障者 听障者的话就是由语音转成文字 视障者的话就是从文字转成语音 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大概在五六年前 然后我有一个研究生 他是有听障 虽然他就是他带了助听器 但是他没有办法听得完全清楚 真的这样子 我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到实验室 我说请ABC到我办公室 然后是他接的这样子的情况 结果来我办公室的人是DEF 是别人 听做名字了 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怎么考试呢 对那后来当时他要去口试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点点担心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后来就发现了一个就是说 这个人工智慧就帮助了我们 当他口试的时候 我们老师讲出来的话 最后会转成在荧幕上转成了文字 自动转过去 对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他用看的 看的就可以看到那个文字 然后就可以回答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就说人工智慧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工具 但是你还是要有其他的专业知识 是当然 对那现在最夯的就是CHALGBT 对 那可是我其实我们试过 就是说如果叫CHALGBT 帮你写出来一些一篇东西的话 那个东西里面就是 它可以写出来你也可以损失 可是那里面是会 内行人是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的结构上的问题 那些东西是CHALGBT没有办法做到的 那所以在面对人工智慧的时代的时候 那每一个人其实要有他的专业知识 那这些的专业知识里面 就不是人工智慧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取代了 所以每一个人要着重在你培养你专业知识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有专业知识 但是我们也不要说完全拒绝人工智慧 它可以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沟通 比如说语言上面的沟通 但是它也可以帮我们审时 比如说重复工作上它可以帮忙审时 机器也可以帮忙审时 但是确实如雪莉老师说的 我们不可以因为仰赖它 就不自己学习 自己就没有自己专业的领域的东西 那最后在120公分的爱里面 最后面你有给年轻人三个建议 那我们在节目上 请老师帮我们口头上 口头跟大家分享这哪三个建议 好 我觉得年轻人假装你想要有好的发展 要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你一定要阅读 ok 这样子的 那阅读增强你的视野 也让你在各方面的发展 会不会像一个象牙塔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阅读课外读物 对 阅读课外读物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一定要有阅读 另外一个东西 阅读也会增进你逻辑思考的能力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常常有时候问学生 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子 他们常常答不出来 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觉得这就是阅读太少了 因为你不会有一些 逻辑的思考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 朋友很重要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所交的朋友 就可以反映出你的未来 可能的发展是什么 交朋友是一种选择 也就是你选择怎么样的未来 对 这样子的情况 对 这样子的情况 那譬如说我有一个学生 他很爱打扮 这样子的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打扮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还说什么叫整形 等等这些东西 我就说你怎么 都把时间精力花在这上面 老师我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可是相反的就是 我另外在英国的时候 我有一个学生 他其实是蛮漂亮的 但是呢 他从来不着重打扮 他永远是一件白衬衫 一件牛仔裙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你可以发现 他周围的人 也不是这样子爱打扮的人 这样子的一个 不是打扮不好 而是你想 要让你自己有多宽广的视野 你的人生的高度在哪里 那这个东西是你的朋友 会影响你的 第三个建议是 就是观察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见嫌是其见不嫌内自行 那当你 有时候你自己会发现说 你不知道你这样做对不对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是你可以去观察别人怎么做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当你去观察别人怎么做的时候 你就会想着你自己可以怎么做 那你 当然你也会看到一些不好的行为 那你就可以警惕自己 不要弄一样做 所以观察其实 基本上就是 你不说但是你看 你不要介入 你去看身边的人 身边的环境 而且观察跟阅读还有朋友 都很相关的 这三个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好啊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好可惜 薛丽老师其实有好多 可以跟大家分享 建议大家可以去找薛丽老师的书 陈优华教授 120公分的爱 以及120公分的勇气 两本书 那再次谢谢老师 谢谢 下礼拜天 拜拜